辽宁南篮为何能大胜广东 这是前天辽宁南篮92比79战胜广东南篮后 球迷们一直探讨的话题 赛后张振霖的一集话可以说是十分的实在 一锦连也许真该退役了 就在今晚辽宁与广东南篮将会打场半决赛第二场的争夺 届时谁会夺得G2的胜利呢 也是劳烦我们球迷大胆的预测一下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场的对决 辽阅大战的第一场和大多数人想象的都不一样 原本以为会十分激烈的比赛 早早的便是进入到了垃圾时间 比赛开始前有预测到 广东南篮会因为阵容的不完整 导致最后输掉比赛 没想到仅是上半场就失去了悬念 上半场结束广东队仅得到了24分 尤其是第二节只得到了区区10分 创造了队史记录 反观辽宁队多多少少已经展现出了总冠军该有的样子 除了被遭到针对的郭艾伦发挥欠佳以外 其余的球员均有不俗的表现 展现出了团队篮球 而其替补球员发挥也十分出色 尤其是聪明晨本场手感极佳 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分 而在后张振霖是这样点评本场比赛的 表示在比赛开始前 阳明教练组就灌输了一个方针 那就是防守 防守压力和区域防守很重要 第一场就让广东看到辽宁的防守态度 其次一直有分析广东球员的技术特点 关键原因是广东因伤病问题阵容不完整 轮换较为吃紧 下一场广东也许会产生变化 辽宁还是要小心 而这句话里也是谈到了一个关键 先前谈及到了张振霖对半决赛季一的点评 透露了这段时间里 辽宁队员一直在研究广东的战术 发现目前广东存在着这个严重的问题 由于伤病严重 导致阵容是缺兵少将 因为缺兵少将 导致主力队员没有强力的轮换 加上主力年龄的整体偏大 体力不足也是关键问题 对此辽宁会采取重点照顾 体育竞技没有联名 到了赛场上就是要趁你病要你命 不得不说张振霖的一些话 还是说得很中肯的 广东队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谈及辽宁防守针对性的问题 辽宁在重点球员的盯防上 明显要更优于广东队的 就比如对大哥一剑连的防守 让其半场只有六分入掌 再加上徐杰胡明轩等人得分更是可怜 就连外援威姆斯全场下来也只得到了13分 整场看下来广东队这边 赵锐算是在进攻端打得最好的 但尽管如此也是只得到了15分 由此可见广东队在进攻方面 是受到了多大的阻碍呀 辽宁针对性的防守 也是其取胜的关键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在经历了去年惨痛的失败过后 辽宁队今年显然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杨明在此次区域防守上做足了攻克 比如广东喜欢让周鹏和赵锐等人 从底线突破 让队友空切篮下投分 但从上一场可以看出 广东队这一招不灵了 显然杨明做足了攻克 在周鹏或是赵锐起跳的瞬间进行包架 从而造成广东队大量的传球失误 而相较于防守 广东队的众多老将 更是给人一种连坡老以上能换否的感觉 C比半决赛辽阅大战 从第一场来看 广东队全程都被辽宁压着打 基本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尤其是在替补阵容的比拼上 在轮换阵容的对决里 直接打出了一波29比0的尴尬 一方面看到辽宁冠军像的同时 另一方面也是看清了 广东队现在这些球员的实力 在多得三连贯后 队内也是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有些人想要大合同 有些人想要就这样混下去 不少球员的想法都比较多 最为关键的就是 大部分主力老龄化的问题 且不说周鹏 威姆斯这些老将 在最近的比赛中表现一般 而本赛季大商出狱后的一戒联 是否又是关键呢 阿联各为曾经的南来一哥 近些年来 一直都是广东南来的核心 而大商出狱后的阿联 究竟还顶不顶得住 就最近阿联的表现来看 顶是能顶 但真挺让观众们心疼的 球迷们甚至表示 一戒联是否该退役了 如今仍在广东队当核心使唤 对自身和球队来说真的好吗 从G1的表现来看 阿联在场合的状态 明显已经无法和巅峰时期相比 以前随心所欲的空中接力爆控 如今总感觉力不从心 体力上就是最大的体现 再加上广东队轮换少的问题 更是加剧了阿联体力的消耗 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球队的影响 因为一戒联在场上 要以他去打核心 广东队的年轻人就打不了快空 一些灵巧的体系发挥不出来 去年当广东没有阿联在场时 年轻球员的快空反而发挥的很好 不知道这一点你们是怎么看的 毕竟运动员就是吃青春饭的 就像邓肯对詹姆斯所说 未来是你的一样 老家该退役退役 虽然很不舍 但终究会再见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点赞与支持 我们下期再聊